我病了,打了十几个电话了,你到底要干嘛? 嗯,姑娘,不好意思啊,王菲先生给你点了一首歌,他说他已经快上飞机了。 上什么?他,他是要出差啊,我都说了我不和好。 姑娘,他不是来和你和好的,他说这段感情我纠缠了你382天。 我输了,我选择离开,放过你也放过我自己。 不是不爱了,是我不够好,没能活成你想要的样子。 如果能回到以前,我会选择不认识你,不是我后悔,而是我不能面对现在这样的结局。 三里清风,三里路,步步清风,再无你,往后余生,不再打扰,祝你幸福。 真是的,阿翔总,你叫我家走好吧。 我说什么雨情故障了在我这里,他敢吗? 他要赶走。 我告诉你,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他的。 姑娘,他在点歌的时候说,他已经决定离开这里,去上海工作了,马上就要登机了。 不可能的呀,他不可能离开我的呀,你们是不是核心火来骗我的? 不是的,我这边是点歌台的,如果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,我也可以帮你转告给他的。 什么? 这首歌代表了他的心意,你收听一下吧。 后来,我总算学会了,如何去爱,可惜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。 后来,终于在眼泪中,我明白,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